大家好,今天是11月9日星期四 看看大市 大市前天有大水入了之后,昨天有少水流出 今天应该有少少水流出,所以市表现得不好 整点来说,市货价价价数据 电信服务星,煤炭 Rain 還有一件事,汽車是建在這裏 地產,隧道貼地 然後在銀行,建在這裏 即是說,當這三大半都不太好表現的話 只剩下半導體和電子 未必撐得太多 再看看整體的表現個別股票 一看,只有綠色為主 小米繼續持續上升 理想汽車也比較好 比較理想一點 比較好一點 小白汽車也好一點 其他就沒有了 好 看看恆勝旗子 旗子表現不太好 挑戰這個 向布里加通道中軸 下沉下去 看看這次跌多少 如果跌穿這裏去到底 就變成低於底 不過再跟著這麼低的底 我覺得 又未必會跌得太多 暫時來說 應該是大範圍的波動 是182至172之間的波動 再其次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一隻力競科技 謝謝 感谢观看